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今天先必須追蹤 美國內部最新民調 拜登的不滿意度飆高逼近六成 不斷飆高的不滿意地步 引發的是他內外交戰的政治局勢 然後同時20大之前 中南海的鬥爭也血流成河 這幾天媒體追蹤 疑似習近平親家也被扁 然後同時習近平強調 查處利益集團絕不手軟 而且今天簽下軍委令一號令 要求全軍要緊盯對手之變 那同時在中國內部 另外一輪的這一個龐大壓力 是來自於經濟的 特別是獨賣判斷 中國公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的同時 中國的經濟還在下行 不單單是摩根斯坦利 過去最輕忠的現在看壞 也不單單是恒大等泡沫的議題 還在延燒 今天網路上再度傳出來 阿里集團旗下的數個數位公司 仍然集團大裁員 而接二連三的財源 引動的可能是一連串的政治跟經濟的壓力 然而阿里大財源的新聞傳出來的同時 蘋果加大投資富可敵國 這一個市值三兆美金的蘋果 現在換算起來是全球第五大的經濟體 而且最新的投資是在元宇宙今天 林百里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說元宇宙的商機將會鋪天蓋地而來 而這個商機事實上也串聯到台積電 台積電護國神山一開年 為什麼這麼神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科技公司執行長林怡靜 大家好 再來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好 再來我要特別介紹的是 我手上這本書 台積電為什麼這麼神的作者之聲的 財經記者王百路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財經官家紀委名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2022一開年台積電很神 然後蘋果很強 但是中國麻煩很大 今天入股港股再度重挫 然後另外一個全球觀察的權力核心 在華盛頓 因為拜登的不滿意度又飆高了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今天CNBC最新的民調 拜登在美國民調再度破底 不滿意度又飆高 他跟習近平兩個人真的是難兇難逼 內外交戰 新的一年中美之間的爭鋒相對也是越來越加劇 但是拜登和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的狀況也是 內外交迫也是越來越相似 距離1月20號拜登就職要滿一週年了 可是還沒滿一週年的時候 CNBC又做了一個新的民調 結果拜登的不滿意度再度攀高到了56% 而滿意度只要44% 而裡面拜登的整個下滑程度就像一個喇叭口 他在去年4月的時候 他當時的一個滿意度還有51 9月的時候滿意度就降到46 然後現在滿意度只到44 而不滿意度從49 54一直到56 持續的在攀高之中 哈佛大學也委託民調機關 問了如果現在重新投票 拜登和川普呢 川普就獲勝了 48%的人如果重新投票 他們要投給川普 只有45%的人說我要投給拜登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是川普再起 大家本來是從懷念川普變成期待川普 所以再去問了說 如果現在將來共和黨 誰該代表共和黨出來參選呢 川普遙遙領先是54% 然後第二名是佛州州長的 只剩下11% 彭斯8% 彭佩奧只剩下2% 所以現在面對拜登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狀況之下 大家越來越懷念川普了 而在這個情況裡面 那習近平呢 也沒有在那好處 為什麼呢 習近平雖然馬上在開春之後 簽了軍委會第一號令 要求全軍要緊盯著 對手之變 科技之變 戰爭之變 然後特別要求下面一句話 要聽從 絕對聽從 軍委會的指令 代表著他擔心 整個軍權是不是中間會有什麼狀況 然後以確保20大召開 為最高指導原則 也代表著他其實在這個狀況裡面 對於軍權的掌握 還有內部的動亂 是有壓力的 而這壓力馬上就出來是 阿里呢 本地生活 又傳出了大財源 而在大財源裡面 惡德馬和口碑呢 裡面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的城市 業績不好的 通通都被裁員 不過阿里呢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出來講說 這個是誤傳 他們只是調整業務 可是你看到說 房地產已經欠薪了 公務人員也已經欠薪了 然後房地產可能會垮了 現在連阿里 這些本地生活 這有關的業務也在緊縮之中 所以你也看到 可是習近平這時候 更急的是什麼 他要證明他其實是可以把中國是做起來的 總有些內軍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在4號的時候下達軍令之後 他又去視察了北京冬奧的場地 想要用北京冬奧裡面的光鮮亮綠 去證明說他是做得很好的 可是他這時候的五眼聯盟 已經確定要抵制了 連日本也說不派官方代表去 所以說國外對他其實還是有在抗拒和抵制當中 好這個階段我們要透過視訊連線跟產經新聞 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連線 矢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先就這個雲旦新春過年之後 幾個國際新聞請教你 首先是今天獨賣新聞 解讀了一個相關的報導 認為中國武統台灣 已經進入最後的期限 那當然主要這裡頭也跟外界解讀 二十大之前中南海內部可能有非常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這個部分你怎麼看 首先我認為就是最近現在全世界的媒體 特別這幾年 過不久就有一個中國要武統台灣這麼一個信息放出來 但是我個人認為的話 台灣海峽當然說和過去比起來的話 稍微危險度是高一點點 但是說真正的中國動武的可能性 還是相對比較低的 那麼習近平明年他現在的習近平他進入了一個 今年秋天就要召開二十大 所以他進入一個鞏固權力這個衝刺階段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跟台灣的選舉進入快投票的時候了 就把所有的渾身解說都展示出來一樣 這個時候他們說的話往往是政治語言 那麼我覺得現在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 他如果對台灣動武的話 這件事情按常識來判斷 對他來說風險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現在我們分析中國政治 習近平他如果什麼也不做的話 他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現在黨內的反習勢力 並沒有把二十大設定成一個反習的主戰場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他在台灣台海做出比較低劣的動作的話 這等於屬於節外生枝 這個對他自己來說並不是很有利的 但是他一定為了鞏固黨內的這種緊張感 所以說他會製造很多緊張的東西出來 但是實際上他決斷動武這個可能性 我認為並不是很高 好 那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時間點跟政治的角力 是北京冬奧一個月之後即將舉行 今天事實上中國官方媒體也發布了 習近平視察相關的冬奧場地的新聞資訊 而冬奧這一次迎來的是主流的民主國家的全面的反制 包含了日本的反制 那你怎麼觀察冬奧的這個政治的攻防 以及習近平顯然仍然非常在意一個月之後的冬奧 對 我認為習近平本來這個是對他來說一個非常大的失算 他本來想把冬奧設計在二十大之前 作為他一個發揚國威的 作為他鞏固政權的變成一個非常大的舞台 但是說最近這一串一個是疫情的出現 一個是對冬奧的抵制 全世界的主要國家抵制運動 這個呢使他完全偏了一個自己本來想要的東西 但是現在事已至此他不得不硬著頭皮扮下去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如果說沒有這些意外的情況出現的話 那麼因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之前我在北京 他從一年前就開始用一個慢熱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把它完全塑造出一個高潮出現 但是現在還剩一個月剛剛開始做各種各樣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這個明顯的是 他現在對他來說北京冬奧就是一個激烈 就是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的這麼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不折不硬著頭皮做一線一些工作 所以說我們觀察這一次冬奧 其實如果說失敗的話 相對習近平的聲望應該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打擊 好 那在黨內的整肅部分 事實上接連幾天他有幾個公開而且重要的宣誓 比方說求是雜誌黨媒就刊登了習近平主要的談話 講的是這個查處黨內利益集團絕不手軟 那特別是要整頓這一個黨內的團團伙伙 那事實上網路媒體甚至追蹤疑似習近平的傾家 都遭到貶值 你怎麼觀察二十大之前黨內可能有更劇烈的政治鬥爭 我現在觀察就是每一次 當然中國的權力 你想我們現在比如看台灣的選舉 還沒有投票之前 基本上所有的社會的資源 大家的關心 各方面都會凝聚在一個選舉 那麼中國是沒有像台灣這樣表面上 選出來而是在水面下進行 即使是一個比如說選舉即使是一個比較懸殊的 票數分出來的話 但是選舉之中 畢竟有雙方的一個非常激烈的對撞 那麼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二十大之前的 我常說的叫政治發情期 所以說各路勢力都在非常積極的在開始抗衡 今後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動作 但是正如剛才我說的我認為反習勢力並沒有把二十大設定為主戰場 他們現在躲過去 我認為他們要把反習勢力的主戰場設定在二十大之後的時間 所以說我認為二十大之前的話 會當然這種小的權力鬥爭還會不停的出現 有一些政治的人物可能會落馬 有一些政治新興可能出現 但是說我認為不會出現非常非常巨大的這種權力的對撞 而是相對的一個平穩的一個權力的過渡 但是說這個並不是表示習非常安全 而是說大家在怎麼說呢 地氣鋒芒反習示意在等著二十大之後 等習派他們開始修整開始教育清新的時候再發起反攻 好那石板先生我另外請教你 另外一個反習派的政治資產 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經濟的下滑 全球的各式各樣的華爾街或者經濟學家都預估 中國經濟的下行恐怕是很難避免 那今天也傳出來阿里集團也可能有大規模的裁員 前陣子傳出來是中國有幾個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都減薪了 那這一種全面性的這個經濟下行跟修正 甚至這個中國的媒體透露所謂靈活就業的人數高達兩億人口 好經濟的民怨很有可能串連出一波一波的政治的涟漪 然後這個經濟民怨如果在對照最近西安是強制封城 強制清零那會使得苦日子更加的艱難 更加的苦難那你怎麼觀察 這可能帶來的變化 最近我觀察就是說 中國出現一個蠻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經濟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的狀況 比如西安封城 這樣事情不可能對經濟有正面的反應 但是說各種各樣的問題全部出現 但是說我們看中國發布的各種數字都是比較好的 比如說失業率比如說工業增產率各方面都是算比較漂亮的數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那麼就跟我們現在身體非常非常不好 各種各樣覺得渾身都是痛 而且天天熬夜天天就是說不抽吸煙喝酒 但是我們去檢查身體所有數字都很漂亮 那就很明顯它那數字是假的 所以說我認為快到這個二十大的時候 中國過去就是我們管它稱作大象皮時代 就是拿一個大象皮把所有數字塗下去 然後開始任意修改 那麼這種怎麼說呢 它的數字上發表的內容和它實際的經濟狀況 這個差距是越來越大的 那麼我想這個後座力會在二十大之後一下顯示出來 所以我在二十大之前它不管用什麼辦法 它就是打強行針也要挺過去 但是二十大之後這個經濟的後座力可能會出現 好 非常謝謝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 接受我們的連線 謝謝矢板先生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2021開年 中國經濟壓力下行修正的壓力更加的加重 包含了陸股港股都是亞洲股市表現 最疲弱的市場 而今天再度傳出來阿里集團旗下幾個重要投資的 這一個電子商務跟數位公司 事實上有大規模的裁員 那也因為經濟的下行 會不會帶來政治跟軍事的壓力 使得全球戰略專家更是高度戒備 那明杰今天獨賣新聞也解讀 他們認為中國武統台灣可能進入最後階段 好 日本獨賣新聞這邊報導 這標題看起來非常的聳動 那中間從共機去年擾臺有高達961架次開始談起 不過我認為這篇報導大概只說對一半也不完全正確 而且是著重在軍事恫嚇臺灣的層面 並沒有去分析背後可能戰略跟政治上對臺對美 甚至對中共習近平自己政權內部的意涵 那我先引述這篇報導相關的內容 中間他談到說解放軍去年 961架次中間有非常多的包含像10月4號出動了52架次 單日最高其實實際上應該是56架次 因為當天夜間也有4架次他沒有算進去 他說這一次的行動出動了包含像預警機轟炸機 還有包含像殲-16這些戰機的組合 那這個目的都是在為奪取臺灣的制空權 制海權的實際演訓 那軍事上面這樣的意涵的確是存在 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行動 某個程度解放軍勢在提高他自己累積他在台海作戰的能力 這個部分的確是沒有錯 但是這樣的一個動作其實背後有不同的意涵 那他也談到說這一個直升機還出動了50-10或米17 看起來像在進行所謂的特戰的激將這樣的演練 這個部分的確我們也觀察到說這樣的演練的確對 包含像臺灣的外島這個東沙是有一定程度的威脅 所以他最後他的結論是認為說這些動作 似乎已經在為最後第三階段的登陸作戰在做準備 不過我想他所謂的做準備 我認為跟具不具備能力的確是兩回事 那特別是他自己內容也談到引述臺灣軍方的報告說 其實目前來講解放軍在渡過台海的運輸載具是嚴重不足的 那包含雖然最新已經有一艘075兩棲突擊艦海南號下水服役 那近期其實第二艘廣西號這也在東部戰區也開始這個列裝 那當然他未來打算這個打造三艘075 不過這數量上面來講當然這個兵力 海上的兵力當然不足以用來奪臺之用 不過他也特別談到一個比較特殊的觀點是說 其實對於習近平自己統治中國的正當性 恐怕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跟撼動 這的確是北京也必須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他的一個結論他認為說 基本上習近平雖然有準備要所謂的犯台或武統 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實際上現在絕對還是以核統的手段為優先 那當然他也不排除說這個未來 當然有可能解放軍對台採取這種所謂一時性或局部性 包含像奪離台灣 這些外島或者是說以這種局部空襲的方式 那在這一個等於說蒙虎的界線中 這個打擦邊球讓美國難以介入 這樣的一個舉動的確是必須要小心 那全篇都以軍事的一個方向來解析 不過我認為背後最重要的是說 他忽略掉說政治跟戰略上 其實我們解讀說認為解放軍這些攻擊老台動作 其實完全其實應該是為不佔奪台而做準備 因為包含像對台 他企圖要用這種方式來這個以武逼統 對美他就希望這個讓美國難以介入台海 那當然對中國內部 特別是習近平自己政權來講 二十大即將要召開 那當然是要轉移內部的壓力 一致以這個對美對台鬥爭為主要的方向 所以這樣的動作其實是不是真正的 已經進入所謂最後奪台的階段 我認為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台海情勢的威脅 的確慢慢一步一步的是逐步升高 那目前我認為說今年2022年 基本上解放軍還是不具備 全面奪台的這樣的能力 不過美日的這個相關的軍事防衛 也持續在增加 除了今年1月等於說這個月 可能會有這一個所謂的新的聯合作戰計畫 來年定之外 我們看到美軍最近動作非常多 那除了先前 其實去年在西太平洋扮演 這個航母打擊群主角的卡文森號上面 我們看到他曾經在南海 一度也放飛F-35C戰機 在這個等於說卡文森號上面部署 那其實真正首支部署F-35C戰機的 應該是另外一艘CVN72林肯號 那這一艘林肯號 其實我過去一年都一直在觀察動向 他其實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 他就一直在美國西岸 一直在進行相關的演訓 那上面部署了這個314黑騎士 中隊的F-35C 他其實已經真正完成所謂的FOC 就是具備真正的實戰能力 也就是說今天一有狀況 馬上可以投入這個實際的作戰行列 那這一個卡文森號反而是第二支比較慢 但是他先部署到西太平洋來練兵 卡文森號去年一整年 其實已經在這個地方扮演他重要的角色 那近期回到關島 那非常有可能由林肯號來接替 所以今年2022年林肯號 應該會出現在這個國際媒體中 非常多的一個這個版面 那當然我們看到還有包含像 駐日美軍的沿國基地F-35B 這個兩個中隊 總共有32架的F-35B也開始部署 也可以看得出來美軍在西太平洋 其實以他的一個戰機的主力 逆中戰機 其實慢慢已經全面的一個增加數量 那相對於這一個解放軍的殲-20 目前數量還是有限來說 已經慢慢的在逆中戰機上面 佔了上風 那同時我們看到美日之間最近 等於說2021年的這個年底 有一項殲-1之龍的軍演 這項軍演非常特殊 也就是說首度美日之間共同模擬 用反艦飛彈集成中國軍艦 那為什麼講首度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他在環代邊洋軍演裡面 曾經日本用124的反艦飛彈 那美軍用NSM海軍打擊飛彈 共同集成靶艦 雖然有過這樣的一個案例 不過這一次是首度共同模擬 也就是說他的火力協調 共同在一個指揮中心裡面 共同來進行作戰 這在過去是前所謂的一件 也就是說美日連戰 已經開始走向一體化的一個方向 好 那我請教董老師 美國全方位在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同時 習近平今天簽了軍委一號令 而且要求全軍緊盯對手之變 好 我先談一下習近平2022年 他的對台政策 的確是已經進入了那個急躁的 這個促統的階段了 因為習近平自己說了 他也下令了 他要求每個台灣人民都要選邊站 要跟台獨劃清界線 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然後呢 很看這個中共的這個 對台政策的執行層面 就什麼台獨什麼名單啊 什麼台獨金主啊 這些國台辦也警告了 2022年等於是說 這個對對兩岸的這個鬥爭呢 會更急促嘛 會更激化 這是一個方面 可是呢 這個急躁的這個促統 我看到的不是軍事上 還有政治上 經濟上 還有荒謬的一面 什麼荒謬呢 2022年中共的對台政策 還有裝統 什麼叫裝統 假裝統一 為什麼呢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呢 小這個元旦之後 拋出來第一篇文章 有一大半是在談統一之後 這個統一之後呢 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會更高啦 民生會更好啦 會更安全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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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還記不記得這個去年 這個年底的時候呢 中共拋出一份什麼全國的 這個交通建設綱要 2035年 有一條 從福州 要到台灣的那個高鐵 就在裡面 所以今年的這個 中共的對台政策會非常有趣 一方面是觸統 一方面是裝統 沒有辦法 因為習近平下了命令 至於這個所謂的 這個中央軍委一號令 叫做動員開訓 開訓動員令 最後一句話 要求軍隊要迎接黨的 20大勝利的召開 看到這句話 就是說他們一定是不會亂動的 只是他的目標 只是要確保20大的 一個勝利召開 如此罷了 最後一個大事 今天第五天 不見了1月5號了 這個中共的第三號人物 栗戰書已經失蹤5天了 委員長不見了 這是何等的大事 我看了後面是不是 那個驚濤駭浪還真的會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2022年元旦一開春 首先在中國傳出來 恒大的海南人工島 海花島 這個行政當局要求10天之內要拆39棟大樓的違建 緊接著接二連三傳出來各大民營企業的裁員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阿里集團大裁員 整個中國經濟下行 特別是超級獨角受科技產業下行的同時 美國科技業真的是瘋狂奔馳 那 韋明 我們這幾天追蹤 蘋果沖3兆美元的市值 而蘋果帶頭沖 也沖出許許多多新的科技趨勢 對 我們在這邊看到蘋果的市值 在前幾天我們跟大家講過 要挑戰3兆美元 盤中一度過去了 但是收盤並沒有 可是我們看到 蘋果成為全球首家3兆美元市值的公司 這樣子的過去歷史非常的久 因為蘋果大概在1980年就已經先上市了 那它總共經過了36年 來到了2018年的時候 它才突破1兆的市值 那到了2019年的時候 它花了一年四個月 就這樣短短的時間 它的市值就翻倍來到2兆 接下來在未來的兩年 也就是到了今年的一開始 2022年 它的市值真的突破了3兆美元 那3兆美元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英國這麼大一個的國家 它2020年的GDP居然比3兆美元還要低 所以蘋果的市值是大於英國2020年的GDP總值 那它也大於什麼 德國股市全部股票的市值加起來 對 非常的驚人 很可怕 一個蘋果比英國大 比德國大 對 比德國股市還大 比英國的整個經濟體都還要來的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蘋果在今年第四季的營收 是834億美元 這個營收大概是佔全球排名前五啦 那它但是我們看到它的獲利的部分 206億美元 這個是全球最賺錢的公司 那它其實賺錢的來源就是依然是iPhone 那再來是他們的可穿戴的商品 除了蘋果以外 美國的其他科技股在今年的股價表現也都不錯 像是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其實今年從線圖來看都是走一個大多頭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的入股 看起來好像就沒有這麼的幸運了 恒生指數還有今天的香港國際指數都是下跌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昨天美國科技股 其實也是有稍微受到殖利率的影響 而導致這樣子的重挫 但是我們看到中國的科技股跟美國科技股一比 哇 這個阿里巴巴 騰訊 滴滴百度 他們的股價線圖看起來全部都在走空 所以同樣都是科技股 但是一個世界兩樣型 那我們就是看到了現在最火熱的科技 其實就是元宇宙 那我們看到了蘋果在這個地方 他市值破三兆美元 就是因為他推出了這個AR頭盔 還有元宇宙去助攻 那我們看到了 他除了900億美元的庫長股計畫 還有散戶非常愛這檔股票 在元宇宙方面 蘋果雖然聲音感覺比較點點 他不像臉書一樣改名改成Meta 但是蘋果也是慢慢在進行 他在今年的下半年 預計會推出他們所謂的Apple Class 我們看到元宇宙這樣的題材 其實要從Web 1.0開始講起 Web 1.0其實就是像是靜態頁面 它就是一個網站 一般的網站而已 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期就是單項的給內容 網路是由少數人來掌控的 到了Web 2.0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常用的互聯網 每個人都是創作者 大部分都還是要透過第三方的公司來去掌握 例如說像是Facebook 然後我們看到在這個階段 出現像是Line YouTube 還有Uber這些科技巨頭 現在要準備進入所謂的Web 3.0 Web 3.0它有三個技術層面 第一個叫做邊緣運算 第二個叫做分散式的數據網路 再來第三個就是人工智能 其實這個東西聽起來就是元宇宙 所以我們看到像不管像是以前的Facebook 現在改名叫Meta 還有Apple 其實他們都想要切入元宇宙 那我們看到臉書直接把名字改掉了 那現在Meta它的製造還有銷售 關於VR設備也在2021年達到市占率75% 那我們看到了Meta在這個地方 既然要這麼積極的去切入元宇宙 他們需要人才 所以他們瘋狂的挖角 他們從Apple那邊挖了將近100名工程師 那蘋果當然不可能這樣散罷甘休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寄出了500萬美元 去留住他們人才 他們用5萬到18萬的特別股 想要去把這樣的人才流失的狀況控制住 那我們除此之外 香港還有一個李嘉誠 他也說他要切入元宇宙 那他跟誰啊 他跟美國的這個一級玩家的男主角 他們要聯合創立一間公司 叫做Wonder Dynamic 那這間公司它主要是要開發什麼東西 是要開發去降低製作電影跟電視的特效 因為製作特效其實是很花錢的 他們希望用AI的技術來去降低這樣的成本 那順便在未來還有機會拓展到元宇宙上面去 那我們把眼睛看到台灣 台灣的是誰 廣達董事長林白里 他說元宇宙的商機將會鋪天蓋地 因為他其實在從去年年底開始不斷去參加論壇 都一直跟我們講說 這個元宇宙是未來的第三波趨勢 我們看到廣達在這邊啊 他的動作也是相對比較平凡一點 他的旗下有一間叫做雲達 他跟Intel合作創了一個open lab 我覺得是所謂的5G實驗室 因為我們知道在元宇宙需要有大量的訊息傳輸 所以那個速度要很快 那目前現在的網路速度其實不太能夠支應 所以他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合作 在未來可以改善使用者的體驗 那再來我們還有看到像是人寶 他也推了一個5G的VR頭盔 想要來搶元宇宙的商機 這個VR頭盔他已經被日月光採用了 在未來的半導體設備的檢修 我們不再需要等到人實際到現場 你只要戴上這個頭盔 你就可以看這個設備哪裡壞掉 我們馬上遠距離就可以去做維修 最後我們的周董他推出了 他自己的第一款NFT 也就是非同質化代幣 那在這邊他在元旦中午11點的時候開賣 1萬隻小熊全部賣掉 在短短幾秒鐘之內賺了2.8億 那我們看到大咖名人不斷的在NFT 切入這個領域裡面 加持之下也推了元宇宙一把 我相信元宇宙會是未來的科技趨勢 好 那我請教百路大哥 現在的科技趨勢已經殺到元宇宙 那你當年跑這個科技產業 我跟觀眾朋友稍微介紹一下 王百路大哥是我手上這本書 台積電為什麼這麼神的作者 那他是台灣第一代的科技產業的記者 你當年跑科技產業的時候 80年代沒有幾個人認識知道 什麼叫做IC什麼叫做半導體 沒錯 舉個例 那時候80年代 其實還是在大型電腦 Workstation的時代 那時候個人電腦剛出來 大家大概不曉得 神通跟宏基這兩家 國內最大的個人電腦廠商 當時都還被蘋果電腦追殺 對 因為他是把用 蘋果當年賣Apple 2 蘋照那個蘋果 Apple 2的這個製造 可是後來他就 宏基跟森達就開始走出自己的路 那你像聯電這些公司在做chip晶片的 早期業都是被這些美國高科技廠商追殺 就是自採權的問題 著作權的問題等等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感覺 美國高科技廠商是幾乎是高不可攀 他的整個科技的智慧財產權的那個網 幫你網得很密 所以一直到現在坦白講 大家都不曉得我們每年台灣的這個 電子電腦相關廠商交給這些 國外的這個大科技公司的全力金 都是輸以幾千億台幣計 那沒辦法人家比我們發展三四十年 可是講回來 台積電最近為什麼又這麼紅 那這個這個表格是那個前天的市值 台積電又回到了5580億美金左右 那你看可以跟Samsung跟Intel比 你看一個是這個台積電的幾乎是三分之一 一個是差不多60%而已 可是台積電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就是輝打NVIDIA 目前的市值既然高過這個老大哥 是到7300多億美金 那輝打跟台積電的故事我們待會兒講 我們就講說台積電為什麼這麼神 那麼台積電的主要 我的書裡面講到 它有七個優勢核心的能力 那我們把它抓出其中四個 大概五年內沒有人可以超越 那第一個就是它有一萬多位的 十五年以上的資深技術人才 我們知道Intel到現在走的走 那個新人不進來 所以它有十五年經驗大概都不到一千位 那Samsung人比較多 可是Samsung大部分的技術人員 是Focus在DRAM 也就是所謂記憶體IC這一塊 我們每次看到媒體說 Samsung在美國 在它韓國又投資多少多少 各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 放到這個Foundry 就是晶圓代工廠 其他的都是在做它的 記憶體IC 所以Samsung這方面的人才 在晶圓代工方面也是少 那不要小看這一萬多人 是人數多而已嗎 不是 他們是具備十八般五億 OK 因為你Samsung能夠做的 方嘴長能夠做的廠牌很有限 蘋果給它一點訂單 或者是高通給它一點訂單 可是台積電從創始以來到現在 就是國內外的IC Design House 幾乎都打佩天下 它訂單都接 當然最近幾年是 NVIDIA也它客戶 Intel也它客戶 Apple也是 NMB也是 然後聯發科這一類也是 NVIDIA是繪圖 CPU GPU 然後聯發科是在手機的 CPU 跟chip 所以它是每一個領域 消費電子 手機 通訊 每一個晶片它都射入 所以它這一萬多個人的 技術的部隊是很厲害的 本事很高 第二個就是它的 第二個部分我們稍後回來 好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2022年一開年 立刻傳出來中國各式各樣財源減薪的故事 今天最新的資訊叫做阿里集團大財源 可是美國跟台灣的科技 是這一個一波又一波的奔馳 那包含了蘋果來到了這一個 3兆美元的市值 包含 林百里今天出來喊 元宇宙的商機鋪天蓋地 包含了台灣變成全球 超級的半導體大國強國 那這個百陸大哥剛剛講到台積電為什麼這麼神 大家說護國神山 它有幾個核心的競爭力 那個是有很高的門檻 別人要複製都很難在短期內複製 比方說它有一萬多個非常資深的技術的專業的人員 這樣的人員 他可以負責各個不同領域的相關的業務 對 那麼另外三個像制裁權 他在金眼代工的制裁權大概全世界值跟量都是最高的 然後他的企業文化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賞 我也寫在書裡面就是說 我們通常企業文化要落實不容易 企業文化是漸進漸進式的 你要先嘗試你要把不好的修掉 然後把好的建立然後變成制度化 制度化最後再變成一個企業文化 他這邊做到了 我們都以為高科技就會污染 但是半導體產業像台積電這種廠房 你到北中南去看 新竹 台南 台中到未來要蓋的高雄廠 都是現代化廠房 污染程度是最低的 你看不到任何污染 而且他建築都是綠建築 然後他也盡量的使用綠電 就是說盡量的跟環境和平共除 這個是台灣的ESG產業當中 他算是數一數二的 對 他走在前面 像我們知道綠電他現在幾乎把全台灣未來 所有的綠電都吃了 都吃光了 當然這個是只能怪先前的 環對堂的環對力量太大 使得執政黨在這方面的步驟還不夠積極 當然現在可能都要加倍建設這個綠電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北中南到目前的投資 我的估計這十二座經驗廠跟五座風裝廠的價值 都已經超過三千億美金了 所以他就好像一座神山一樣的 北中南這樣子座落在那裡 另外一個部分 事實上以他這些年來 他的鼓勵的政策 然後他不讓員工超時加班 這個也都是特殊的企業文化 是 那大家可能不曉得 台積電自從1987年2月成立以後 在90年就開始有所謂的分農配股的制度 那這個分農配股早期是 賺到的弘利的15%變成增資股 然後給現有的員工 然後到2010年 就因為貴用化的問題 華爾街反對的問題 就改成配獎金 但是這之前幾乎有相當於20年的時間 這個分農配股使得他的員工 這個股票的價值高於他的薪水 為什麼張忠謀先生能夠退休的時候 擁有一億股 這一億股就是20年裡面 分紅配股這樣逐漸配上來 當然直接越高的配得越多 所以你像分紅配股這個制度 就好比明清時代的養聯銀一樣 就是說那因為你薪水以外又有配股 所以你就想說我收入就很高啊 處長級以上的 從五六百萬到一千多萬 那副總級的都是上億 那我幹嘛要跳槽 我幹嘛要被Samsung或誰挖去 所以這樣的話會保持 讓人才留在台積電 那另外就是說過去十幾年前 有人批評說台積電是爆肝產業 但事實上他現在經過 張忠謀先生在制度上的 好幾層的monitor 現在這樣的一個加班制度 基本上是不會存在的 就是適當的加班 然後他鼓勵員工 要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 這一點都是讓人家很羨慕 就對員工的照顧這樣 好那我請教一靜 一方面美台的科技產業 事實上還在持續的大幅的成長 另外一方面這幾天 在矽谷最夯的是這一個案子 這個是一個超級的 生物科技詐騙案 是這兩天最大的新聞 在矽谷最大的新聞就是 Theranos這家公司的詐欺案 法庭中的陪審團認定 他的CEO Elizabeth Holmes 他有四項詐欺罪成立 他有可能會關二十年 那他在這個詐欺的過程中 他集資超過九億美金 他的公司的估值 最高的時候超過九十億美金 不過最驚人的 倒不是說他騙了多少錢 而是有很多的政商名流受騙 那他這個霍姆斯小姐 他到底是怎樣詐騙呢 他基本上有幾個步驟 他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編故事 他就講說我們去見檢的時候 不是常常要抽血嗎 抽了好幾關血 然後那個針這樣插進我們胳膊的時候 覺得很恐怖 他說他從小最怕的就是看到那個針 所以他就想要發明一種機器 那個機器大小呢 就跟我們家用的那個雷射印表機差不多大 那你只要拿那個針 在你的手指頭上這樣子戳一下 然後擠出兩三滴血出來 他就可以把這個血放進那一台機器裡面 他就可以一次做幾十種 甚至於上百種的檢驗 據他們宣稱他們最後一代的機器 可以做到兩百四十種的那個測驗 都只要兩三滴血就可以了 然後以後有這種機器以後呢 以後美國人他要去驗血 或做什麼檢驗的話 就不必跑到醫院去了 他直接在那個連鎖藥局 或者超級市場 你就可以驗血 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我們以後要驗血的話 我們就跑到康世美 或者到Watson 然後到那邊 然後就是那個用針這樣戳一下 然後就可以拿到所有的檢驗數字了 然後他有了這個故事以後 他第二個步驟就是包裝自己 他是在2003年的時候 他在史丹佛念了一年的書以後 他就退 主動就退學了 那時候他才19歲 他就創辦了這家 Theranos這家公司 那我們在畫面上我們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他是金髮藍眼 然後唇紅齒白 然後能言善道 還有一點就是什麼 他很喜歡穿這個 黑色的這個Turtle neck的衣服 我今天也特地 穿了跟他一樣的衣服來 那為什麼要穿這種衣服呢 因為在2003年到那個2015年 賈博斯都穿黑上衣 對他就黑上衣 大家都高科技都要穿黑上衣 對然後還要穿個牛仔褲 我今天也穿牛仔褲 但是照不到了 事實上就是說那個 那還上衣怎麼騙錢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幾天 這個全球的科技產業 還真的是這個美台一路狂飆 不過矽谷有各式各樣的科技的創新 但是也有各式各樣的故事 然後也有各式各樣的故事背後怎麼騙錢 那剛剛已經講到最近幾天 最轟動的新聞就是 伊麗莎白她事實上被判刑了 可是她當年她的包裝模式是說 她19歲就創辦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一滴血可以驗百病 然後她每天穿著黑色的套頭衣 出來矽谷騙錢 果然騙到很多金主 對沒有錯我們剛才講說 在那段時間賈伯斯最紅的時候 你在矽谷你要騙錢的話 最好就穿像我現在穿的這種 黑色的Turtle neck套頭衣 然後穿牛仔褲 然後講話的時候手勢要擺這個樣子 然後眼神要堅定 然後口氣要非常的誠懇 然後那時候伊麗莎白小姐 就是用這種穿著 然後大家就聯想到賈伯斯 或者說她是女生版的賈伯斯 那事實上同樣的在中國大陸 也有那個山寨版的賈伯斯 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那個小米的雷軍 那在網路上那個中國的網民叫他 叫雷布斯 那還有一位就是勒士的賈耀廷 大家就叫他賈伯斯 因為他真的就姓賈 然後這樣子 伊麗莎白小姐這樣子包裝自己以後 他洗身正上名流 那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就是說在2015年他最紅的時候 副總統拜登 那時候拜登還是副總統 曾經幫他站台幫他背書 然後克林頓在他的基金會裡面 邀請那個伊麗莎白上去座談 然後找馬雲一起座談 然後兩位那個政界跟商界很成功的人 是一直在捧那個伊麗莎白女士 把他奉為上兵 然後這個Theranos他的那個董事會陣容更是可怕 他這邊我們看到有兩位美國的前國務卿 兩位的美國前國防部長 事實上他最早是他認識了美國的前國務卿舒茲 然後舒茲就輾轉就介紹 他認識一個名人 以後就從這個名人再找其他名人 那當然這些政治人 政治界的人士只是很有名 但是他並沒有錢 所以後來他又找到一些很有錢的人 像說那個賈古文的創辦人 那個Larry Ellison 還有那個媒體大恆梅多等等 他們都給他投資了很多的錢 然後到第一步驟四的話 他因為他長得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他就變成了媒體的寵兒 然後就很多的雜誌就找他上封面 他有一大堆大咖股東 然後他本人又很上進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全球的年輕正妹創業的標竿 對然後我們剛才看到所有他那些重要股東 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們都是老白男 他們都是年紀很大 然後是白人 那我們在台灣的人 我們可能覺得說美國的女生 那個有的黑髮的很漂亮 金髮的很漂亮 可是美國的白人社會裡面 對於那種金髮的美女 有一種特殊的那種情節 那個金髮的美女是很少的 所以金髮美女比較容易騙到錢 當然 那像我現在雖然是穿著那個黑色的衣服 但是第一個我的頭髮是黑的 然後我年紀太大了 然後又是一個亞洲的男生 所以這個當然就比較不容易騙到錢了 然後Theranels後來是怎麼樣被發覺說 他是造假呢 第一個就是他自己的檢測實在是非常的不準確 然後他檢測很不準確的話怎麼辦呢 他事實上就是偷偷的去買了好幾台西門子的 那種大型的檢測設備 所以他去收集血液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給人家抽了很多的血 他說他為了做實驗做比較 結果事實上他都是用那個西門子的大型機械 在做那個檢測 然後後來呢大家也發現說 奇怪這個伊莉莎白他才那麼年輕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可以騙倒這麼多人 後來大家發現說後面其實是他的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今年已經56歲了 是一個那個印度人印度裔的那個創業家 那事實上他在後面操作 那那位叫做 所以這個關係像明星跟經紀人的關係 對 就有些明星很紅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超級經紀人推手 對 但是他們從來都不公開說他們的戀情 而且這個男的都一直躲在背後 他雖然是公司的CEO 但是他從來不出現 所以這個整個詐騙案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 就是說會編故事很重要 長得漂亮很重要 穿著很重要 然後幾身名流很重要 然後呢有一點是什麼 政商名流事實上非常好騙 我們看尤其是政界人士 我們看到那個政界人士出來講 講什麼那個5G 現在講什麼元宇宙 講都好像很厲害很厲害 可是他們究竟懂不懂這些科技 事實上是一個大溫號 然後呢還有就是什麼 就是說他集資這麼多 其實他的機會很好 其實他只要把產品做出來 一切的這個騙局就會成立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或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 推特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跟追蹤收看 大家多收看年代向前看 比較不會被騙錢 好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